陈胜吾广的大起义 带来了刘邦命运的转集 刘邦的命运的转集 导致他参加了能力的大起义 并且获得了西征的这么一个机会 刘邦想做关中王 这也是原来的约定 但是项羽由于在《巨族之战》打了大胜仗 项羽晚刘邦两个月到达韩国 但是当时项羽的兵力强大 有四十万兵力 刘邦只有十万军力 所以刘邦差一点被项羽灭掉 这当然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温宴 接下来就是项羽的大分封 自封为西徒八王 然后封了十八路诸货王 刘邦被封为汉王 做了汉王以后 刘邦并不安分 他时刻在想着打回关中 因为他觉得自己原来是关中王 现在被封到汉中 这个汉中给关中还隔了一个秦岭 大家知道古代这个秦岭 道路是非常难走的 一般最常走的就是宝邪道 所以刘邦时时刻刻想着 我要从汉中打到关中去 所以刘邦在汉二年的四月 到了汉中 八月份他就打回了关中 这个打回关中 在中国军事史上 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隔度一个秦岭 当时走宝邪道走路的时候 是走那个战道 战道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非常聪明的一种 在悬崖峭壁上修的路 怎么修呢 九十度的悬崖峭壁上 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以后 塞上一个木头 再打一个洞 塞上一个木头 把这一个一个的木头上面 铺上木板 这就是战道 下面是万丈深渊 它的一变 是碧力千刃的山崖 这就是所谓的战道 刘邦到汉中去的时候 采纳张良的剑 一把火把战道就烧了 战道被毁 我们就要困在春山当中了 烧就烧了吧 走 这张良安的什么心呢 这 主公 大哥 大哥 表示自己没有活该的愿吧 解除项羽的意习 当然这一道很见笑 项羽也相信 刘邦不打算回来了 但刘邦这一次回来的时候 他怎么回来了 这次回来的时候 当时关中已经封了三个王 一个是雍王张罕 还有赛王司马兴 敌王董毅 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秦国的降将 然后项羽把他封为三秦王 所以三秦王占据了关中之地 所以后来我们谈到关中 谈到西安都说三秦 现在陕西还有一个出版社 叫三秦出版社 这就是由于当年项羽的大分封 刘邦形成的三秦王 统率了整个的关中之地 当然这个三秦王中间 最能打的是张罕 我们知道张罕在和 早期的农民骑律军打的时候 没有一个农民骑律军打败过张罕 唯一打败过张罕的 只有项羽 最后迫使张罕投降的 是项羽的侄子项羽 其他没有人打过张罕 张罕是雍王 紧靠着秦岭 他的任务就是防止刘邦过来 而张罕的注意力的 集中在宝邪道的战道上 所以刘邦在汉中之地的时候 经过萧和的推荐 认识了一代名将 就是韩信 他重用了韩信 韩信来了一首 叫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是今天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 也就是韩信一方面在这个宝邪道 在那儿明目张胆地修战道 这个战道一修 就传到张罕的耳朵去了 张罕的注意力 就被集中在战道上去了 而另一方面呢 韩信呢带着这个汉兵的主力 翻越秦岭 经过刘坝 刘坝这个地方呢 是今天陕西的一个县 这个县呢 这个森林覆盖率很高 百分之九十多 实际上像这样的县呢 就是在秦岭里边 到处都是山 唯有那个山谷里边有一片平地 最后翻过秦岭 到达今天的宝籍 今天的宝籍有一个区来 就是陈仓区 等到韩信的大军到了陈仓 张罕的士兵 他发现 紧急报告张罕 张罕再调军队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连持两个败仗 最后 自好退守 废丘 张罕打败 是被韩信 迷惑了 张罕是一代名将 当然在楚汉战中间 最有名的两个将领 是楚八王项羽 和后来的韩信 这两个人是顶级的 在他们下面来说 张罕应当是一代名将 虽然在层级上 可能赶不上韩信和向勇 但是也相差无几 张罕竟意外地打败了 张罕的失败 主要是张罕的大义 张罕只盯住了宝邪道 只盯住了宝邪道的战道 忘记了 韩信还能带军队翻越秦岭 经过刘霸这些地方 一直打到 今天宝级的陈仓 没想到 那么张罕兵败以后 张罕并没有投降 张罕在废丘 坚守了十个月 张罕的坚守 其实对整个的关中之地 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时候 司马兴和董毅 这两个秦王 基本上没有抵抗 投靠了 投降了 这说明当年 项羽在封十八诸侯王的时候 把一些不能打的人 封到这个地方来 张罕的坚守 还有一个意义 再次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